河北四庭柱是袁绍手下四大虎将 炎梁文丑张和高兰 张和高兰虽然浅悍 但因为并非袁绍嫡系 所以相对来说 炎梁文丑才是袁绍最得意的双臂先锋 在三国演义中 炎梁文丑最为人手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11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0 丢盔弃甲大败而回 吓得张辽许楚等曹英 一众猛将 无一感应战 当袁绍对垒公孙战时 文丑直接打的公孙战 无法招架 赵子龙来了 也是难分胜负 这样的炎梁文丑 实在不负他们的 做广告 这类似乎是 算了